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现时香港大约有65万部私家车 但电动私家车只占大约18000部 政府的宏图是要令到电动车 在14年后全面取代汽油车 要顺利实施 不单只要市场上有更多品牌和种类可以选 亦都要考虑到未来 如何处理气质电动车电池的问题 香港有没有能力做到呢? 这架电油车是你要赔的爱车 用了超过18年 行了30万公里 近期爱车要退役 你要赔开始计划换车 香港非常适宜用电动车 因为为什么? 例如我一个星期 大概都是行2、300公里而已 而换句话说 现在很多电动车 差次电 它都可以行3、400公里 换句话说 每个星期我差次电就可以救我走一个星期 除了一个环保角度 最重要是可以省了燃料 亦都说全世界大势所趋 可以早日换定电动车 我想每个车主都看着这方面去做事 利耀培所属的汽车会 近年只有少数会员使用电动车 其他人迟迟没有行动 利耀培和 亦都遇上同一问题而却步 环保局在3月推出了香港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 计划在2035年或之前停止新登的燃油私家车 包括油电等混合动力车 利耀培说 其实全球有不少车厂 在2035至2040年 暂停生产电油私家车 政府的计划 未必可以跟得上世界的趋势 换电的方面 因为现在现行都是代理厂 或者车厂要负责 所以暂时看不到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车量不是很多 当然了 不过日后 如果我们很多车主都换了电动车 又要回厂 要换电池的时间 政府将来就要真的留意一下 换出来的电池 究竟是怎样去安排的 香港在90年代起 引入电动车 但本港的车主反应平平 直到2014年起 有美国电动车大厂 引入多个型号到香港 加上政府提供税务优惠的诱因 令到更多人转用电动车 2014至2020年 电动车平均每年增加2526架 而2020年登记的电动车 占车量登记总数的五分一 有近年开始售卖电动车的汽车公司说 还有很多时间去考虑 怎样处理电池问题 2035年离开现在还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以我理解就是 一来现在的电池 其实都已经有一些channel出口 而香港也有不同的公司 去研究怎样做second life 我想可能再给多几年的时间 应该就会有多些方法去处理这些电池 我们就会给一些公司去处理这些电池 他们就either就给韩国 比利是一些回收的公司去做 他们就either回收 或者就会有second life 这样去用 刘佳明说 现时电动车的电池 不只要效能跌至七成 就可以原厂更换 电池也可以选择流港处理 用尽电池余下的寿命 可以是有一些重用的方法 而这个以我理解就是 香港也有些公司 甚至可能政府有些部门 就是去研究中 如何在香港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有些公司它现在在研究的 就是例如在一些大厦的一些 back up的电池 就可不可以用这些电池 去用second life 甚至乎我也有听说过 就是有一些轮椅 即是电动轮椅 供电给轮椅 那部电都会尝试 去用这些电的second life去做 至于车厂 又会不会与香港政府合作 将回收电动车电池 发展成一门工业 刘佳明说 估计政府会有规划 无论政府 或者可能一些回收电池的公司 在这方面是要有些planning去做 一个方向就是 看看export出去的地方 其实是 那方面的价钱方面是怎样的 而另外一个更加有见识性的方向 就是看看香港可以怎样 用到这些second life 环保署回复本台查询时也说 现时退役电池并不多 未够数量支持本地设立回收设施 计划会与业界商业回收 但没有清楚指明要等有多少电池才会实行 换句话说现时处理电池问题仍然传赖车厂自律 有港产电动车之父之称 理工电机工程系教授郑家伟 一直探讨电动车电池二次使用 当众会利用两款旧车电池 组装成一个后备电池 同时会优化电子设备 令这类后备电池变得更长寿 郑家伟说 如果能有计划 收集一定数量汽用的汽车电池 就可以经过组装成为大厦储能装置 现在其实这个比较小一点 大只有10度电 10度电来说等于 其实不是做了很多功能 等于好像是一个冷气机 可以用了10个小时左右 如果后面电源 大后面电源更加大一点 因为大后面电源可能说是要128度电 所以这个要多很多倍 100度来说要等于这个10倍 所以其实位置空间都比较大 不过郑家伟说 由于电池中有锂金属 造装后输出的能量会比较大 会成为一个比较危险的储能装置 如果要为大厦储能 要与消防处商讨 如何存放这类潜在危险品 我觉得消防处可能会和我们一起合作 研究一下怎样将这些有出能装置 因为如果一个大厦装这么多电池 其实电池的能量起码都有成几百度电的 大约可能等于是四五个私家车的电池 加在一起变为一个出能装置 所以能量都比较大 要大一点大厦可能更加要装多一点 这方面会否有消防条例要关注 我觉得都需要的 郑家伟说 还有很多系统和设备 可以利用这些电池组装电 例如电脑房电脑的server 后备电源 或者我俗称UPS 不间断的电源 或者其他甚至一些小型的车 例如高义复候车 或者电动轮椅 都会用这类电池 就算用这种二手电池也好 它都比原本的电池提升了四倍 所以现在我们的建议 就将后备电源改用这个电池 因为它们的出能比较多 未来很多这类电池可以使用 在政府环保政策下 未来电动车会成为香港汽车主流 电池除了再组装 或者是运到国外 亦都可以拆开回收 但专家说 电动车电池可回收的比例不高 业界要与环保署进行商业 一般性的框架 有外置金属、接口的金属 就可用回 但大部分如果去到电池里面 去到电极、电价值的level 就很难做得到 因为那些东西如果要回收的价值很贵 可能电池比较贵五倍 所以没有人这样做 多数堆填了就废置了就算了 要和环保主谈谈一些条例 这些法例 如何将这些电池来做回收 如何处理它 然后将它再处理 可能要一个场地来做 做完之后预手电池 可能要有一个认证 将它变为一个合式、合法的电池 来再重新放在系统里使用 所以有很多法例 我们都要兼顾的 今集《时事多面》 提到这里 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